所以我們如果受生蚊戒 當我們這個物質的肉體死亡消失的時候 即使你不用說要捨戒 這個戒自然就怎麼樣 就不在了 戒體也就沒有了 那如果你下一生還要再受這個戒 你要從什麼 從受 例如說五戒對不對 或者呢 像出家戒 如果這輩子出家 然後這個肉體死了 這個出家戒就沒有了 戒體就沒有了 然後下一輩子如果還要再出家 要怎麼樣 重新受出家戒 五戒也是一樣的意思 那菩薩戒呢 為什麼他說一受永受 因為菩薩戒是 戒體是屬於什麼法 屬於心法 那這個心法呢 直到你成佛為止它都存在的 它可以這一身受了 下一身再受 或是這一身受了 覺得心已經不再那麼堅固精進 可以再真上受 但是它是一受永受 那再來呢 這個 身文戒 是以出離心為主 我們受身文戒 例如說我們受 所謂出離就是 你不該做的不要做 以出離心為主 然後呢 目的是要斷除我們的欲望 然後呢 能夠出三戒 那菩薩戒呢 當然也以出離心為基礎 但是是以菩提心為根本 那這個 這兩種心呢 不管在家出家 都可以發 那再來呢 我們說忍入波羅蜜 對 我為什麼說在這兩種心在家出家都能夠發 那雖然說出家戒 只有出家人才受 可是我們如果講到出家的定義來講 以前我也提過 出家的定義 其實是要出什麼家 出三戒的家 出煩惱的家 出六道的家 所以呢 你們要不要發出離心 要啊 不然為什麼要學佛 是不是 目的也是要能夠解脫 輪回 六道 這個生死啊 啊 好 那我們來看 忍入波羅蜜 啊 這個 忍入波羅蜜 也分 好幾種 在大菩羅經裡面呢 叫做安忍 安於忍耐的意思 啊 這個大菩羅經 虛品 第一就講說 菩薩摩荷薩 心不動故 應聚足 慘提波羅蜜 啊 那這是要對置我們的什麼心 稱恨心啊 啊 使心安住 啊 這個 那天 在我的一個菩薩 他都幫我們做交通指揮 啊 結果有一次他交通指揮 把一輛車攔下來 在我們65巷那邊 把一輛車攔下來 喔 他以為是我們的信徒嘛 那因為 那是我們的 呃 梁房 啊 車子很多 裡面停車滿的嘛 要停到周美橋下 喔 他 然後他看到一輛車 他把他攔下來 請他停到周美橋下 結果一攔到誰的 攔到我們鄰居的 那 那個開車的司機 主上就很不高興 喔 就破口大罵 就這樣 喔 然後他就怎麼樣 他只好修什麼 修忍辱啊 是不是 喔 那 這就是對置我們的能心 他說如果 如果不是現在學佛 什麼 思可忍俗不可忍 喔 這個 所以呢 學佛就是這樣子 嗯 就 嗯 開始修忍辱 好 那 這是對置我們的稱慧 嗯 那 另外 這個是說 是忍 對我們傷害的人 主要是對置稱慧 例如說 冤家 仇仁 對我們傷害 嗯 像 釋迦摩尼佛 嗯 他就很感恩啦 啊 這個 感恩誰呢 感恩提婆他多 就是成就他修什麼行 就是成就他修什麼行 修忍辱行 啊 那也是因為修忍辱行 才有辦法這麼早就成佛 啊 所以反而要感恩什麼 感恩冤家 感恩仇仁 啊 那 嗯 另外一種呢 另外一種忍 啊 是以精進為性 為了精進所以要忍 什麼意思 嗯 你們 有打過殘疾的經驗嗎 啊 啊 要不要忍 要忍什麼 忍腳痛嘛 對不對 啊 還有呢 啊 你們有打過殘疾的人 啊 也要忍什麼 忍睡眠啊 對不對 早上四點鐘起床 那也是思可忍 孰不可忍 啊 尤其是冬天到了 啊 那麼早起床 那是不好忍的 對不對 腳痛也不好忍的 啊 但是為了什麼 為了精進 所以第一個忍 是為了對峙什麼 對峙我們的稱心 第二個忍 是為了對峙我們的懈怠 啊 那 所以凡是大修行人 啊 這兩個都要忍 啊 就是 對一切苦處困境 要修忍入行 這不只是對人 而且要對什麼 各種艱困的環境 例如說 大風大雨 大寒大熱等 啊 那 有的是天災 有的是人禍 有的是我們自己四大不調 好 處於這多種痛苦的情形下 啊 然後呢 而修忍入行 啊 啊 呃 這個 那個 例如說 師父度眾生 但是身體不好 要不要忍 要忍啊 啊 啊 要忍什麼 忍這個病痛 來度眾生 另外呢 呃 像那個 我跟諸惠講過 在 以前 武台山 有一位老法師 後來移民到美國 跟師父也很熟 壽也老和尚 呃 他呢 用他的舌頭的血 啊 是他舌頭 割每天 呃 大概兩三天要割一次舌頭的血 擠這個血出來 寫完一部 什麼 啊 华顏經 六十萬字 那字很大的一個字 啊 六十萬 字 啊 哥痛不痛啊 痛啊 血肉之軀怎麼會不痛 要不要忍 要忍啊 啊 這種忍是為什麼而忍 為精進而忍 為修行而忍 好 好 那另外一個呢 呃 我們說法忍 所以我們聽過 啊 無聲法忍 對不對 那這個忍呢 是指智慧 啊 心安住於 無聲的智慧 無聲就無滅 啊 不聲不滅 啊 那這是安住於諸法的空性之中 啊 好 這是忍 啊 三個層次 一個層次 是為了什麼 對字 稱 對不對 以無聲為性 一個呢 是對字懈怠 以什麼為性 精進為性 另外一個法忍 是以智慧為性 這三個層次 好 所以 忍很重要 啊 呃 下面呢 我們 講一下 這個精進 這個也很重要 這個 這個 釋迦摩尼佛在經典說 他跟弥勒菩薩呢 是同時發菩提心 修行的 但是為什麼釋迦摩尼佛比較早成佛 因為他精進 弥勒菩薩懈怠 啊 所以兩個人成佛時間相差五十六億七千萬年 啊 是這樣的 啊 那另外呢 要談到精進跟發怨 精進跟發怨 精進跟發怨有關 啊 啊 所謂的精進 就是要發大怨 如果你不發怨 你精進的心是提不起來的 啊 多半喔 只是嘴巴上說要努力 啊 心裡也有想努力 可是就是做不到 啊 有沒有什麼感覺 啊 啊 啊 這個 昨天有個菩薩就告訴我說 啊 他去打佛妻的時候 啊 有一個菩薩知道他去打佛妻 就跟他 以前呢 啊 以前 有個菩薩呢 聽說他去打佛妻 就跟他說 哇 我也很想打佛妻耶 以後有佛妻你能不能告訴我一下 啊 啊 結果呢 這一次 前不久我們在農農市打了佛妻 他真的去跟那個菩薩說 欸 最近又有佛妻了 要不要去 啊 他就找理由不去了 是不是 也想去 但是呢 就怕說 會不會很辛苦 啊 所以我們如果沒有發怨 我們會給自己找什麼 找理由懈怠 啊 因此呢 以前我們在打 殘妻的時候 啊 啊 啊 這個 因為打坐腳痛 所以呢 美之鄉 幾乎大部分的人 美之鄉一定會什麼 一定要下坐 是不是 啊 那師父就說 啊 鼓勵大家 能夠發怨 發什麼怨呢 啊 連鄉 做兩隻鄉 做兩隻鄉 啊 那師父說呢 如果你發怨 我要做兩隻鄉 啊 縱使你做到 一隻半 實在是痛到受不了 而 什麼 而放腿 啊 也總比怎麼樣 總比沒發怨好啊 對不對 沒發怨只做一隻鄉 有發怨還可以做到什麼 一隻半 就是賺了半隻鄉 對不對 啊 那如果一隻再堅強的呢 就賺到一隻鄉了嘛 就多一倍了 是不是 啊 所以要發怨 啊 剛開始也許 啊 還不能馬上做到 但是久了呢 你就會慢慢進步 那 啊 所以呢 為了對峙我們隨時 可能 會有許多的藉口 跟理由 來說服自己 不要精進 啊 所以呢 要發怨 啊 這個 中國 人有一句 這個 話 就是 世紀都不是讀書天 各位有沒有聽過 啊 如果你要找理由 世紀都不適合讀書吧 啊 什麼 春天什麼 嗯 師父這裡寫什麼 春天不是讀書天 然後夏日炎炎正好年 過了秋 過了秋天 冬又到 收拾收拾好過年 啊 沒有哪一個時候適合讀書的 你要找藉口 就是這樣子 啊 啊 有了精進心的人呢 他心裡會很健康 啊 例如說 我告訴諸位 有的人稍微有病 就會說啊 我身體這樣子 啊 不能修行啊 不能精進啊 不能隨眾 啊 還有呢 不能做事 但是師父說 他的什麼 他的思維剛好跟他相反 他一生病呢 他反而怎麼樣 他反而想到說 這個 生了病 啊 如果再不努力 再不把握時間 萬一病死了怎麼辦 是不是沒時間修行了 對不對 是不是沒有時間度眾生了 是不是沒有時間弘法立身了 啊 所以師父說 他越什麼 越是生病 他越怎麼樣 越精進 啊 這個邏輯 啊很重要 啊 我們一般的邏輯是什麼 一生病就想理由要怎麼休息 啊 師父說癢病 啊 病越癢越大 啊 好 那我們 啊 就是提到 精進者 應該要怎麼樣 應該要發菩提心 啊 就是我們說的 四弘四願 啊 就是 啊 要精進你怎麼樣 度眾生 精進你怎麼樣 斷煩惱 精進你怎麼樣 學佛法 精進你怎麼樣 成佛道 向成佛道來努力 好 那我們 呃 就講這幾個 好 禪定 後面的禪定 跟那個 呃 我們有空再補充 好 那接著呢 我們要來看 經典 的內容 兩百七十七頁 若人讀誦 售詞是經 為他人說 若智書 若教人書 啊 這個 呃 自己讀誦 售詞這部經 還 為人解說 自己書寫 還 教人 教人 要書寫這部經 啊 賦能其他 及造生法 供養讚嘆生物 文 眾生 啊 然後 一百千萬億 讚嘆之法 讚嘆菩薩功德 又為他人種種因緣 隨意解說 此法華經 富能清淨慈見 與柔和者 而共同止 就是又能夠用種種的因緣 啊 嗯 就是說 也能起佛塔 然後 見身法 供養讚嘆 聲文 眾生 也 以百千萬億方法 讚嘆一切菩薩的功德 然後呢 隨順 經意解說此經 然後 加上呢 慈戒 啊 還有呢 柔和共住在身中 還修忍辱 啊 那 這個 忍辱無稱 啊 用忍辱 對置我們的稱會 啊 自念堅固 啊 然後呢 常貴 坐禪 還修禪定 得諸 身定 然後精進勇猛 射諸善法 啊 就是精進於善法 啊 然後呢 以智慧 啊 這個 達問難 啊 嗯 就是利根智慧 善達問難 然後當知識人 以驅道場 啊 這個菩提道場的意思 然後進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就是接近乘佛的意思 然後做到樹下 做為菩提樹下了 這是一樣跟前面的意思 啊 受辭書寫法華經 同時呢 再修六菠羅蜜 啊 然後呢 這裡 師父在277頁最後倒數第三行 這裡說 前面呢 有兩度是教人 當不以其他是健身法 啊 然後公眾生的福業為義 然後主要是要大家修慧業為主 啊 啊 那 這個 嗯 但是在這一段呢 則進一步告知我們 如果 若有人呢 啊 已在修 讀誦授詞 解說 書寫法華經 這個無品法師功德的人 啊 同時還要什麼 這裡又提到 要怎麼樣 要起塔 要怎麼樣 要健身身 278頁 還要共生 啊 尤其呢 也需要以法布施 啊 的隨意解經 以及呢 六度的 直接忍入精進禪定知慧 這個六菠羅蜜 那 這樣子的人 等於已經到了道場 已接近了佛的位置 啊 已坐在倒數之下 然後呢 即將成佛 啊 這個樣子 師父也講 要這樣子全部做到 容不容易 欸 不容易 可以 我們可以 但是我們可以做到怎麼樣 做到少分嘛 是不是 啊 這個 啊 法華經 啊 這個 書寫法華經 讀誦法華經 啊 這個 難不難 不難 對不對 啊 那還有呢 我們在 了解 理解法華經 啊 這也不難 對不對 啊 啊 這個 甚至呢 有的人 我知道 啊 我認識的菩薩呢 有好多位 其實法華經已經送很多遍 啊 啊 那我也知道 啊 也有法師菩薩呢 這個 啊 拜法華經 已經拜很多部了 啊 一部法華經 大概幾拜 七萬左右 啊 我也知道 啊 啊 有法師有菩薩呢 也拜過法華經 我也知道有法師菩薩超過法華經 啊 啊 那另外呢 啊 行六度 六度我們 每一度都要做得圓滿 當然 不可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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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慈戒要圓滿 慈戒波羅蜜要圓滿 要在什麼 在初地菩薩 啊 布施 布施要圓滿 要在初地菩薩 慈戒要圓滿 要在哪一地菩薩 惡地菩薩 這都是聖人 啊 那但是呢 我們可以做到什麼 做到一部分 啊 這個都可以 那忍入也是一樣 啊 我們也可以做到一部分 好 好 那這個 278頁的第二段 本品呢 最初不鼓勵 這個 贏福業 那強調的是慧業 到後面呢 終於還是 是鼓勵以慧業為主導的福慧兼修 然後圓滿了 慧三聖為法的一聖法 不捨三聖法 包含三聖法 然後呢 成就一聖法 好 然後我們看這段經文 是善男子善女人 若坐 若立 若行處 始終便應其塔 一切天人 皆因供養 如佛之塔 啊 這個 嗯 道理很簡單 啊 是說 像上一段經文所說的那種 等於已經到了道場 已進了佛位 已做菩提出下的人 不論是他們所做所立所行之處 都應為之起塔 起見寶塔 一切諸天的天人 皆因恭敬供養此等之塔 一如佛塔 這是這一品的重點 那我們馬上看下面兩百八十頁 隨喜功得品 我們看師父的解釋 這個隨喜的意思 這裡的隨喜 意思是說 隨順如來的教說 然後呢 不違背如來的教說 然後文以呢 心生喜悅 啊 前面法師品是說 現在及未來的弟子們 啊 文經隨喜 然後得佛受祭 然後這一品呢 就廣說隨喜的功德 啊 然後呢 這一品所明的是 領受之喜 就是經了法華經 心裡生起來的歡喜 顯示此心與所聞之佛敬 就是聽了佛法之後呢 跟佛法相應 然後呢 相順而不相為 啊 我們就是聽了之後呢 跟法華經裡面 所說的法 非常的相應 然後心裡呢 啊 願意跟隨去實踐 那進一步呢 再把隨喜講深一點 啊 好 何謂隨喜呢 祖師這麼說 隨就是隨順 隨順什麼東西呢 隨順是跟隨順理 啊 啊 主委有沒有聽過 理是圓融 對不對 啊 啊 例如說 我們講佛思 啊 這個道理 啊 啊 這個 懂了對不對 然後呢 要照這個理去怎麼樣 去做 對不對 啊 那 另外呢 隨權隨時 隨順嘛 一個是隨事隨理 一個是隨權隨時 權就是什麼 權巧方便 時就是究竟真實 啊 我們法華經 是不是開權顯實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呢 隨順法華經的權 跟隨順法華經的什麼 時 啊 那 在我們法華言經裡面 有講理是圓融 所以要隨事也要隨理 對不對 隨理也要隨事 對不對 啊 然後呢 喜是什麼 是喜慶 啊 喜慶什麼 慶陰跟慶果 啊 你將來隨順這個 是 隨順這個理 隨順這個權 隨順這個時 的音 將來敢得什麼果 敢得什麼果 成佛的果嘛 瞭解嗎 啊 然後呢 信信自己怎樣 信信自己能夠奉行佛法 信信自己能夠弘揚佛法 啊 啊 那 再詳細的說一點呢 隨事就是隨順事項 隨理就是隨順理性 什麼是理性 理性就是諸法的時項 諸法的時項是什麼項 空項 諸法的時項是什麼 無項 啊 那 這就是我們說法界的本性 啊 那法界的本性呢 不離開我們現前這一念心 啊 所以華言經有說 若人欲了之 三世一切佛 因觀法界性怎麼樣 一切為心照 啊 啊 就隨順現前這一念 啊 啊 現前這一念心呢 就包括 啊 整個法界性 啊 那 嗯 就是 隨順法界的功德 啊 好 這是 簡單跟諸位再補充說明一下 那我們來看經文 啊 佛高 彌勒菩薩摩赫薩 如來滅後 若有人 文事經 隨喜已 從法會出 至於於處 嗯 就是說 在佛滅度之後 聽到這一部經 也心生隨喜 然後呢 從法會出來 至於於處 就是 嗯 到其他地方去 為人解說 這部經 啊 如其所聞 為誰說呢 為父母說 為中親 為善友 為認識的人說 隨力演說 知道多少 就講多少 叫做隨力 啊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好 然後 世諸人等 文理隨喜 那些人呢 聽了呢 也一樣 親戀很歡喜 很相應 啊 然後呢 父行轉教 同樣呢 載轉告訴別人 於人文理 亦隨喜轉教 啊 別人聽了也隨喜 也轉告別人 如是載轉至第五十人 啊 那 其第五十人呢 隨喜功德 啊 那這功德有多大呢 若四百萬利阿生其世界 六去四身眾生 有人求福 隨其所遇 娛樂之巨 皆 即 予之 啊 就是 如果 這麼多的世界 有這麼多眾生 有人要求福 啊 隨其所遇 啊 他所需要的東西呢 都給他 然後呢 父以佛法而訓導之 還告訴他佛法 啊 然後一時呢 皆讓這些聽到佛法的人呢 都證得什麼 阿羅漢 敬諸有肉 肉就是煩惱 或肉於生死的意思 啊 讓這些人 得到這麼大的福報 又聽到佛法 讓他贈得阿羅漢 小聖的果味 啊 那 私人所得功德呢 還不如怎麼樣 不如這個 第五十個聽到法華經的人 這樣了解嗎 啊 然後呢 不如第五十人 聞法華經一記 隨喜功德 為什麼一記就有這麼大功德 為什麼一記就有這麼大功德 好